大家好,欢迎您走进海军美食 今天分享一个好吃的大米发糕 真的是要颜值有颜值,要口感有口感 首先我们准备400克的大米 泡上两个小时 然后给它冲洗两遍 清洗好的大米放入破壁机中 加入150克的温水 选择裹蔬件,打至两到三遍 这样做出来的米糊更加的细腻 打至好的米糊,我们给它倒入盆中 加入70克的普通面粉 4克的耐高糖酵母粉 60克白糖 白糖的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添加减 充分地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食材融合在一起 这个面糊一定要多搅拌一会儿 搅拌至这样粘稠的状态 盖上盖子,醒发至两倍大 经过40分钟的醒发 米糊已经醒发至两倍大 表面全是针眼状 看下里面全是蜂窝组织 搅拌一下,给它排出里面的气体 接下来我们准备纸杯模具 边缘和底部给它刷上一层薄薄的油 接下来我们把上一勺面糊倒入纸杯中 然后拿起纸杯炖一炖 去处里面的大气泡 炖完以后的面糊看着特别的平整 摆入我们喜欢吃的果干 锅中放凉水 我们把做好的米糊放入蒸锅中 盖上盖子 开大火 先把水烧开 水开后蒸25分钟 时间到我们先把火关掉 然后焖上5分钟 5分钟之后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漂亮 特别的蓬松轩软 可以出锅了 家人们看一下 大米糕出锅了 真的是全程 无技巧 无难度 从边缘处撕开纸 我们看一下里面的效果 看一下边缘处 特别的光滑 底部 真的是蓬松 渲软 掰开一个 我们看一下里面 里面一点都不粘 特别的柔软 看一下 特别的渲软 蓬松 做法超级的简单 喜欢的您 赶快动手试做吧 谢谢您对海鲜美食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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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